大家好,我是刘真,今天还好吗?3月20号,连续三天给张宋文和高业在上海温广和东方卫视搞的电视剧品质盛典的投票窗口去拉票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也就像我昨天视频里说的,很多沉默的大多数的朋友 平时可能从来不会跟社交平台,跟这些视频平台去互动的朋友 也纷纷的开始下载APP,然后去投票 当然他们主要的动因是因为他们真的喜欢张宋文和高业这样的演员 他们希望这样的好演员被人看见,非常欣慰,非常高兴 但是还是很多人给我留言啊,说确实不知道怎么投 那我今天再说一遍,然后我会把整理一个文字的东西放在评论里 放在简介里,这样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如果是安卓手机,你要去应用商店 如果是苹果手机,你要去这个苹果商店 去下载一个百事APP 100的百,电视的是百事APP 百事TVAPP 下载了之后 然后右下角我的,然后去注册 手机号,输入你的手机号 你会收到验证码 然后就输入验证码,你就注册成功了 一个手机号只能注册一个验证码 实名一对一的,然后注册成功了之后,回到首页 有两个方式,一个是你点首页左上方的这个推荐页 点了推荐页,右下角会有一个悬浮的这个路口 它在上面,它是一个像苹果一样的小图标 进去了之后,上下,上面是男演员,下面是女演员 每个人每天有10票,你可以选择投给一个人,你可以选择投给多个人 我呢,是每天10票 都男演员给 给这个张宋文女演员 投给高业 现在呢,张宋文已经是33万多票 高业也20多万票了 已经都远远的落开了 其他的竞争者,但是你们算一算的 每人每天10票,其实这参与的人 最多也就几万人 我觉得还是跟这个张宋文和高业这部狂飙在大家心目中的分量 其实还是不相匹配的 还是需要大家更多的参与进来 用我们的态度,用我们的回馈去告诉这些制作方 我们喜欢什么样的演员,我们喜欢什么样的作品 我们看的是演技,我们尊重的是人品 我们欣赏的是什么样的,带给我们什么样能量的这样的演员 这样的话,我觉得这种正向的回馈 也会对他们后期选择制作电视剧 会有很大的指引作用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你直接在这个APP的上面的搜索框里 你直接输入这个2023电视剧品质盛典 你也能搜出来 但是你其实就点推荐页右下角的这个悬浮的这个按钮进去 这是最快的 大概就是这样 再说一下怎么投票 然后今天要说一下这个张宋文有一个最新的演讲 叫扎根 各个平台都是首页推荐 然后非常火爆 因为它是人民日报首发的 等于是一个官方主推的一个献给春天的演讲 演讲的内容我其实就是张宋文以这个绿植来比喻自己 他说他从小就非常的喜欢刀弄绿植 然后呢他隔壁有一个白白叫卢白白啊就喜欢去山上去把一些树根回来种 然后呢他就跟着一起捣鼓 但是怎么捣鼓呢都捣鼓不好啊 老是养死 然后卢白白就跟他说你必须啊要这个根扎的足够深啊 他未来的开的花才会好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哲理吧 其实真的我觉得可能别的演员啊 你要去做一个演讲 可能得有人给写稿子 给你润色啊 再加一些是你不是你的事加进去 但是张宋文这块 我觉得就完全是他自己的事 很简单的一件事 因为他自己在多次他表示过 他就喜欢摆弄画画操操 他在他顺意的这个家里头弄了很多的绿植 他这个不是写出来的稿子啊 这就是他日常的生活 他以这些绿植来比喻自己的隐忍的二十多年的 蛰伏二十多年的演绎生涯 他说你不要认为啊 我不要同情我 我这二十多年我并没有受什么苦 我心里是很高兴的 之前我不也专门做过节目嘛 我说张宋文的快乐我们体会不到 是的 你做你爱做的事 你做你想做的事啊 即使就并没有被那么多人看到 你也是很快乐的 而且这二十多年呢 张宋文就把自己比喻成了一个绿植啊 他在不断的吸收的养分 他在人群中 他在不断的观察 用自己的心 用自己的眼 去感受每一个啊 普通人的生活 去感受他们的生存状态 把他这些看到的东西 感受到的东西都作为养分 吸收起来啊 后级才能薄发 根深啊 才能夜貌 啊 整个这个演讲的主题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 在我们自己的人生中都是自己的男主角 女主角啊 你不要去在乎别人的眼光 不要去在乎别人认为你身上的那些所谓的缺点 啊 你跟再扎深一点 阳光再多晒一点 然后 努力的去积累一些东西啊 最终啊 你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 啊 我觉得这个演讲非常的好啊 我不是说 都特别喜欢这种正能量的这个啊 就是唱高调的这些东西 但是在张宋门 张宋门嘴里说出来 这些东西让我特别觉得幸福 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一直在了解这个人 这个人他不但是这么说的 他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没有这个演讲 他也是这样 而不像是有些可能 对吧 你是作为一个演讲者 你只是拿着稿子来说 不是不一定是你的事 但是他这个演讲 虽然时间不长啊 说的都是他自己 我能感受到他的真性情 我能感受到 他是发自内心的啊 喜欢这份事业 所以我才能坚持20多年 这20多年 他并不需要同情 他并不痛苦 在微博上 他有一个粉丝跟他说 我抑郁了啊 我宿舍里的人都跟我有矛盾 我都不想活了 然后他就大概回了一段话 我觉得特别好啊 你好好的啊 你自己没事的时候 自己听听歌 自己啊 吃吃饭 自己去运动 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啊 这个有缘的人自然会出现的啊 你不用去打理宿舍里的那些人 我觉得这种状态 这种心态啊 就特别好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帮助 就是我们可能大家在生活中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难题 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是你怎么从中把它变成你这个前进的动力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对我也是非常有吉利作用 你别看我也一把岁数了 经常也很腿很丧 但是张宋文真的是给了我很多这种正向的鼓励 就是你为了一件事情 你为了你热爱的事情啊 你需要投入的东西啊 那不是吃苦啊 那是快乐啊 而且你把这种东西自己消化了之后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就是会变得很快乐 现在我也希望就是大家能一起能体会到张宋文的快乐 是从何而来啊 他不需要同情 他虽然二十多年没有被人看见 但在没有被人看见的时候 他始终在不停的吸收养分 他在折服他也在准备 所以梅花香自苦汗来啊 宝剑风从魔力处啊 就是你把这件被你热爱的事情啊 付出的这些东西 你不要把它认作是吃苦 你只是在汲取养分啊 你让自己的根扎得越深啊 你这个树干会长得越粗壮 最后就是还是那句话啊 风浪越大鱼越贵 扎根越深树越粗 对我们每个人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鼓励 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